MerryClaire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楊明霞中醫師 今天和大家討論水腫這個問題 中醫的角度來講 肺皮腎主要是和水液代謝有關 很多時候人們肺氣虛弱 例如人們說話比較細生 人們容易感冒 這些肺氣虛的人都特別不水腫 再來肺虛的人 尤其是容易胃氣胃脹胃痛 有時大便容易有便秘討庵的人 這些肺虛的人都特別容易水腫 腎煮水 通常腎氣虛弱 年紀大的人都會因為腎氣虛弱 而導致水液代謝有問題 都會容易導致水腫 總括來說肺皮兩虛的人 一般來說是42歲以前多見的水腫 40歲打後的時候 年過40陰氣至半期 腎氣和血都比較弱一些 所以腎虛型的水腫 慢慢會多見 一般來說水向下行 大部分女性水腫的話 通常是腰以下的地方容易水腫 尤其是我們做了一日夜 我們會發現高跟鞋 會脹了會迫結了 這些是典型肺虛所導致的水腫 或腎虛所導致的水腫 如果面腫的話 大部分都是早上多見 平時我們淋睡前 喝很多水 水液代謝比較差的人 通常來說都會是 淋起床前那段時間 特別容易見水腫 一般到起床之後 一兩個小時才慢慢消腫 主要是因為我們的臉 本身是組織比較疏鬆的位置 當我們睡覺的時候 水液會去到那個地方 而導致我們早上起床 臉浮腫 一般晚上臨睡 眼睛會比較精靈 因為水腫都去了很多 早上起床 我們組織最疏鬆的位置 就是眼的位置 你會見到 平時雙眼皮會明顯一些 眼袋也沒有那麼厲害 如果是臉有水腫的話 早上起床 眼袋會比較厲害 而且雙眼皮也沒有那麼明顯 睡前那一小時 不要喝那麼多水 不是叫不喝水 可以含著在口裡慢慢吞 另一方面 不要吃那麼多鹹的食物 因為鹹鹽份高的食物 都會令到我們 會吸收多些水分 代謝會有問題 我們可以摸一摸小腿內側的頸骨 那個位置 你按下去 如果它有凹陷位 那些是水腫的 有些人是見到它自己脹了 但是按下去都會馬上彈到起來 這些是氣腫 那個人氣血不通暢的話 會有氣腫這個問題 氣腫和水腫有一點不同 水腫按下去就浮不起上來 氣腫的話按下去就會脹起上來 如果水腫的朋友可以用我們的拳頭 由小腿一直打到大腿 到盆骨這個位置 這樣位置一次 我們由下而上這樣可以打 大概通常六十次 可以幫助我們預防水腫的 桌面上這個你可以看到 有筆棋、擋心、摘射和雲鈴 擋心它本身有補氣的作用 亦都可以健脾抑肺 而筆棋可以幫助加強健脾位的作用 同時亦都可以幫助去水 摘射和雲鈴可以令到我們水液代謝 可以得到改善 可以令到我們肺脾兩虛的水腫朋友 可以得到一個緩解的食料 方法很簡單 平時如果我們煲湯的話 可以把筆棋、擋心、摘射和復鈴 先洗一下 然後加些朱展和毛巴果 煲大概兩至三個小時就可以喝得了 另外我們有說暑必夾濕 暑熱的天時特別容易導致水腫問題 這裡有連葉就是我們所說的荷葉 另外有扁斗和尺小豆 扁斗尺小豆可以有化濕、利濕的作用 荷葉可以幫助化濕之餘 亦都可以有消暑的功效 這個天時如果我們平時可以加一些珠錢 加少許蜜棗 加少許黑木耳一起煲湯 都可以幫助我們消暑去濕